今天意外消息是台新金控總經理林克孝 今天傳出在宜蘭的南澳山區最癌 衰落到了一百多公尺深的山谷裡面 当时两名同行的友人下山求援 不过山区下雨出示地点又在深山里面 所以救援的直升机无法靠近 救援行动是相当的困难 其实林克孝是金融界著名的登山专家 他在高中的时候就跟同学成立了登山社 他在日前接受宏观电视专访的时候 还讲到自己对于登山的热爱 很有可能有一天会消失在山林里 直升机调话救难人员进入山区 台新金控总经理林克孝 在宜蘭南澳山区的树岁山 不慎坠落一百多公尺深的断崖 两名同行有人赶下山求救 宜蘭县消防局接活报案 赶紧派出搜救队上山 也请空勤总队派出直升机 搭载特修队员进行搜救 在最新回报的地点是在 救庇后部落我们的同仁到达那个地方 那目前搜救人员总共有12个人 我们正接近现场当中 台新金证实总座发生意外 不过因为是深山 现场地势无法直接用直升机救援 只能让人力徒步入山 下午山区还下起大雨 让搜救行动更加困难 林克孝从小就跟着父亲登山 是金融圈出名的爱山人 就读台大时从月光小夜曲这首歌 追寻杀韵之中的故事 来到宜兰南澳山区 多年下来 光是故事主角泰雅族少女 杀韵的部落就去了三次 他日前接受宏观电视节目专访时 还谈到自己对山林的热爱 甚至还说自己可能消失在山里 林克孝因为登山认识了原住民文化之美 也出版专书 希望台湾珍惜原住民的文化宝藏 他也感谢太太愿意陪他一起登山 因为曾经有一次发生事情 命是捡回来的 他知道我在从事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愿意跟着我去 那个是披荆斩棘非常困难的 他过去还没有爬过山 对一个不登山的女先来讲 是很辛苦的 然后他没想到就 他也沉迷在里面 那我们走过真的很困难的 真的有一次是几乎是 可以说是命捡回来的 根据了解林克孝在攀爬这段断岩路断时 原本是要拉藤通过 没想到却拉到一条枯掉的树藤 结果当场断裂 林克孝才会坠岩 这起意外也让他的亲友同事都相当震惊 记者综合报道